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第一次见我是怎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你是怎样的印象我们俩来表演 我第一次见你 反正你就是小孩 不跟你女生 我寻思一下这不是选男孩吗 然后怎么突然插进一个女孩 插进一个奇怪的 你对我第一印象 看到第一眼是不是对我一见都行 啊 不知道我很帅 我就说实话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呢 就是看起来你挺精神 挺二 为什么 是的 因为你当时戴的那个帽子 就现在想起来的话 就是挺二的 然后当时戴了一个那个 花盒子衬衫的那种帽子 这样子反戴着 有时候还喜欢错戴着睡齐个 当时我们不是反戴着流行吗 然后当时我看你跳那个凳子舞的时候 我就陷陷的被你舞姿迷倒 又是因为我在舞迷 哈哈 我真没想到我们又会这么的 那你来说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区别 没啥区别就怎么变的 变得坚强的 就不哭了 你们又要一起打赶紧 拿着麦克风子去采访你吗 你第一次见我是怎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你是怎样的印象 那你来说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感觉你的区别就是刚才动了 就更加的活泼了 以前你没有腹肌 现在有了 你也是 有事 商业 商业互学 其实我想说 你想什么 因为我们这不是 以前人家回中国 以后我们不是来到北京了吗 来北京你们先去上学 加洛哥 农哥上学 然后齐哥 做一个回天津上学 然后咱俩在出社 对 那个时候还可以 因为咱俩可以一起玩 对 因为那个时候 不是我们家长 爸 然后一爸过来看戴着的 戴着的 出去玩 然后当然后来到了一八年九月份 不是去上学 对 去 要哭 我来说吧 是田哥还在带我们的时候 然后田哥那时候对我们特别严 我们白天去上学 然后苏翔就在宿舍 上完课就练习 一直练习 特别枯燥 从早上八点起来 还有事 一直等到我们下午 我们晚上六七点 然后回来 然后才开始议醒 对 真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苏翔 他真的很喜欢跟我们玩 很喜欢跟我们说话 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特别开心 就是每天回来 他都在门口等着我们 哥哥们肯定有他们自己要干的事情 但我们狗龙吧 就是年龄也比较近 他也能听得进去 就我会跟他说一些话什么 就什么都说 就一直就是 我跟你没什么 没有啥秘密 感觉我是 我是你 你是我 IoV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QQ音乐 然后自作BoyStory 剪开我们的IoV序 专辑购买哦 就感觉那个时候 就是 我跟狗龙关系最好的时候 我现在不成功了 我不是 我就说 现在就 关系 现在就有情破灭了 初夏完之后 我就跟狗龙一块去上学 然后也在学校认识了 不少的好朋友 一堆狗龙给我介绍都是篮球的 我也 咋我要跟人家PK一网 我也打不过人家 我想起来一个最后一去的 我们那天休息 然后叔叔带着我们跟狗龙 我去了 坐着地铁去了故宫 玩完之后我们吃了 吃了吃了饭 吃了饭之后我们从那边 骑烂车 骑自行车 骑到五环 没有 我当时候私房 当时候我爸我爸骗他 然后就说故宫 那边在什么 在城内 在市中心好像是 对 离我们的家 差不多 骑车要 三四个小时 然后骑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虽然没看镜头吗 然后我爸给我看 然后才走了这么一点点 然后我虽然说 叔叔还有多久 快了 三分之二了 最后虽然实在不行了 然后他困了 然后我们才 但是他的公交车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晚上有舞蹈课 对 田辉叫我们七十天回去 我们六点还在路上 你刚才算骑得算慢了 没有 你就骑得快了 我还记得你一直吃火锅 你跟 阿姨 哥回来跟我们分享 他做做吃 然后我加我的 刚好加我的 我吃的还挺好 吃了一千多 一千一还是多少 然后我一个人吃了五四五百 我真的 我当时还不是那么的撑 你知道吗 他吃完之后 还出去了之后 还喝了一杯奶茶 我真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吃海底老 他帮我人鞋给小女生 你总是见面里做了一个巴比娃娃 就是 哎 当时好像就是六一 好像就是六一吃的 对啊 然后他送了我一个那个 赚的那个东西 然后就送了一个巴比娃娃 谢谢你 我们俩是属于那种 就是 就真的聊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摄像头在这 这两个人 没有名字 紧张感 这也不是说他们上紧张 就感觉 有人在看着 对 我们一般 就喜欢 没人的地方 对 然后就随便躺得了 躺着 躺着 所以我们以后少说话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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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眼睛带着我 已经够了 我们看到今天的人模狗样 组的谈话 对 就是狗模人样 就到今天结束了 欢迎您出场 下次 期待我们下次聊天吧 肯定会更有意思 这样 拜拜 拜拜 怎么管 我能知道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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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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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